我们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首先卫星云图 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得出来 封面依旧在台湾的上空 所以在今天全台各地都会下雨 而且要严防时 很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主要就是因为会出现强对流 发展而造成短时的强降雨 而且在今天比较暖热的这个西南风增强 将会带来更多的水汽 所以中南部的平地 在今天降雨的状况会比昨天来的更明显 因此今天其实包含整个西半部地区 还有东北部地区 都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 或是好雨发生的机会 好 这个雨势 预估将会一直持续到周五的下半天之后 才会变得比较缓和 提醒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了 另外在温度方面告诉您的是 低温由北到南 大约是落在22到26度之间 北部还有东半部的高温 则是25到26度 中南部地区的高温 则是落在27到29度 在今天中南部地区的网友 其实整体说起来 感受上还是湿湿热热的 但是接下来依旧要提醒各位的是 气象局持续针对全台有18个县市 发布了豪大雨特报 好 您可以看到豪雨特报的范围 大部分集中在北部 分别是基隆 新北还有桃园市 另外豪雨特报的范围 就是非常广阔了 包含了北部地区中部 南部 甚至在东半部的宜兰花莲 在今天都会有下大雨的可能性 而在稍早的时候想要来问问 在台南地区的网友们 有没有下大雨 因为气象局针对了台南地区 发布的是及时的大豪雨的资讯 要提醒大家多留意了 当然也许你会问 这个雨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 接下来就告诉您的是 这个雨会一路下到5月27号礼拜五 要一直等到下半天的时候 雨势才会来得比较缓和一点点 到了周休假日的时候 有机会能够看得见阳光露脸 但是在中南部地区 还是有下雷雨的可能性 雨势将会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一 下个星期二 要是等到下周三的时候 整个天气状况才会变得比较稳定 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全台各地都要留意 会有直步大雨发生的可能性 好另外就是在今天 包含了绿岛还有蓝雨 比较容易出现风强浪大的状况 如果要从事海边活动 或是海上作业的朋友 必须要多小心了 以上呢就是这一节气象资讯 提供给大家 旺旺水晨呢 它是微酸性电解次律酸水跟病毒细菌 作用之后呢 它是还原成水 所以不用太过于紧张 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用 所以这个非常慈禧 欢迎大家来上快点购 物化器还有生成机 都给它买起来 当然在我的部分折扣码可以享有优惠 我们下期再见